而在屏東這邊則是出現了沙塵暴 整個天空伸手不見五指 另外在花蓮外海這邊也掀起了有四公尺高的巨浪 雖然浣熊颱風只是擦邊過 但是外圍環流帶來的影響可不是鬧著玩 高雄市中午有入宿被突然刮起的七級風連根拔起 四輛停在下方的自小客車瞬間遭殃 我要挖十點 那是風聲頭嗎 是嗎 那是有很大聲的嗎 那就放一個 還有這幅大型的廣告看板也被吹成搖搖欲墜 而在西子灣外海也有長浪出現 另外在屏東也出現嚴重的沙塵暴 整個天空木朦朦一片 停在路邊的車輛 車身上全都布滿了灰塵 人家說伸手不見五指 你看沒有看到 都是會不會說 眼睛都睜不開 而距離颱風最近的花蓮外海 竟然也出現了四層樓高的巨浪 幸好今年陸下的最強颱風浣熊 沒有登陸台灣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